到底有多快呢? 其實最早有人去測的光束 是叫做協定鏈 他怎麼測呢? 他是這樣測 他就是請他的學生 他自己在那個山頭 然後他的學生在什麼呢? 另外一座山 那時候是一六多少年 已經大概比福克還要找一百千 那很早前對不對 他就想說光應該有一個速度 他就這樣子叫這邊拿燈籠 然後呢 就是他們約了一個時間 然後打開 然後這個人拿燈籠把那個打開之後 這邊就記錄 然後看到之後他立刻又怎麼樣? 再開燈告訴他說我已經收到了 然後這時候再跑回去 然後把距離出於什麼? 時間就可以算出光束 他們找了 因為他是不是那個希臘那個時代 然後 以撒斜塔 那他這個距離雖然很遠 但是請問他有沒有知道光束呢? 答案是沒有 因為他後來發現呢 怎麼每次測呢? 速度都不一樣 有些時候是2.4秒 有些時候是6.8秒 有些時候是5.2秒 結果變化很大 那各位為什麼他那時候會失敗? 他這個距離假設是30公里好了 怎麼樣? 太近了 太近了 為什麼? 因為光實在是太快了 所以 他那時候發現呢 那個 那個學生看到光打開再合起來 那個速度呢 是人的什麼? 反應速率 所以 你知道嗎? 根據現代的計算呢 那時候光束呢 大概 如果他那種距離大概是只要0.00幾秒就對了 就是光就會到達 所以請問他那時候儀器有沒有辦法測到0.00幾秒? 不可能 所以 潔力月他雖然他有這個想法 可是他的實驗是怎麼樣? 失敗了 不過 至少他是一個起頭 後來的科學家呢 就開始去改良方法 有的是利用很遠的星球呢 那個因為 我們在那個星球之間會互相擋住對不對 他就那個擋住在打開那個時候呢 去測那個時間跟距離 那個是用外太空的星球去測 不過後來的科學家叫做菲佐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法國人 他在地球上面 用自己設計的儀器 用那個齒輪的轉動 齒輪不是上面幾個小洞嗎? 他就這樣子光打過去 然後再放個鏡子 然後再反射回來的時候 因為齒輪轉很快 所以他要轉到非常快的時候呢 他可以到下一個齒輪 就是這個齒輪出去 然後下一個齒輪進來 他去算這個轉數跟那個光速的關係 就是在那邊他算出了比較接近的數字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知道光速有多快呢 以真空中為一個條件的話 光在真空中的速率呢 大概是多少呢 一秒鐘總30萬公里 好 真空中的速率 是每秒30萬公里 好 30k 30k 應該說 各數百千萬 30萬公里 好 好 好 那相當於呢 多少公尺呢 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 每秒 每秒3乘10的8次方公尺 好 很快喔 我們等一下會算喔 一秒之後 你知道嗎 光一秒都可以繞地球幾圈嗎 那個那個這個叫什麼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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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齊圈板 好 你們都知道耶 不錯 很厲害喔 好沒錯 那光速的代號是什麼呢 叫做C 我們用C來表示 欸那這個測光速很重要喔 因為 因為有測光速才發明了相對論 發現相對論 所以 相對論啊 所以 相對論 當 物質接近光速的時候呢 時間會 這邊暫停 這很奇妙的現象 問題可以用數學推導出來 只要避失地理就可以推導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每秒30萬公里 那所以呢 宇宙中最快的速度 那請問有沒有東西可以超越光速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超越光速 答案是沒有熱溫物質可以超越光速 只要你接近光速 東西就會慢下 就是 質量會越大 所以有個他用你的功 這叫1等於什麼 mc 平方這叫值能互換 這個c就是光速的意思 就是質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會能得到能量 所以艾斯蘭呢 他就把這個世界 物質跟能量的 區隔打破了 所以光也有重量 如果光夠強的話是有重量的 你可以很難想像嘛對不對 那東西也可以放出能量 所以就有核子彈的發力 那個什麼氫彈 原子彈也是因為這些公式所來 跟這些都有關係 好所以呢 這是光線的速率 那麼呢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那太陽到地球要多久 太陽到地球的光要走多久才會到 比如說你今天早上門口外面 你感覺到太陽的光在照射 事實上那個光已經走了多久呢 因為太陽跟地球的距離很遠對不對 大概走了五百秒的距離 好 你再記一下 太陽的光照射到你呢 要經過五百秒 也就是說你此時此刻所照到的光 其實是多久前發出來的 五百秒之前 五百秒大概幾分鐘 大概八分多鐘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太陽 其實不是真正太陽 是八分鐘前的太陽 好 那如果看更遠的星球 叫做時光年 什麼意思 十年前的那個星球 所以搞不好你現在看到它 可是它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我感覺很奇怪對不對 好 假設我跟你距離很遠 我可能看到你跟我say hello 不過因為太遠了 因為光進行要時間照 它不是瞬間照 它需要什麼 時間對不對 所以如果太陽爆炸了 可是我在此時刻 我看到它還是怎樣 好的 直到八分鐘之後 你來看到它爆炸 因為那個船波需要什麼 時間 好 所以太陽到地球 這個數字你要背起來 那地球 太陽光到地球大概是 到地球 大概要五百秒 其實精確數字是四百九十九秒 可是五百秒比較好記 你就記五百秒 好 那請問有多遠 你可以算 你可以算算嗎 請問太陽跟地球距離有多遠 我們先算算看 對 五百 乘以 每秒幾公里 三十 三十萬 對 乘以三十 萬 公里 那乘以外多少 好 至於太陽 我們用科學系號碼式 等於多少 好 1.5 乘以十 的 123 4 6 7 8 對 八四百公里 好 這麼遠 各十百千萬公里 各十百千萬公里 一億五千萬公里 非常遠 非常遠 就是 這是 天文 好 那 所以 比方說 我們都會用這個AU來表示距離 比方說 地球跟月球的距離可能只有離天幾的AU 因為它比較近 我們跟月球比較近 我們跟太陽比較遠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你稍微知道一下 天文單位指的就是 地球到太陽的距離成為一個天文單位 好 第二個 那麼呢 光速雖然很快 可是你如果 它在真空中是最快 對不對 在真空中最快 可是如果在水中反而會變 變慢 因為反而會阻擋它 讓它變慢 好 所以呢 光速呢 它的速率呢 在不同戒指呢 光 在 不同戒指 它的速率會怎麼樣 不同 那通常密度越高 那個戒指的密度越高 它的速度越怎麼樣 慢 因為會阻礙它們好 不同戒指 速率不同 好 好 最快是什麼時候最快 真空 真空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最快 真空 好不要忘了喔 光是一種電磁波 在真空中 不需要戒指被傳遞 好真空 大於什麼呢 空氣 真空跟空氣的速率差不多 只差人明電磁釘幾 所以 基本上差不多 幾乎可以是相等 但在水中就會明顯地變怎麼樣 變慢 大於水中 水中的光速大概只有多少呢 只有原本光速的 四分之三的光速 比較少 知道嗎 四分之三的光速 好 所以你告訴我在水中有何快 就是把 多少 三十萬 對三十萬乘以四分之三 大概就是水中的光速 好 好 那在玻璃中會怎麼樣 更慢 玻璃中只剩下多少 所以如果在真空中是三十萬公里 請問在玻璃中剩下多少公里 二十萬公里 沒錯 三分之二 所以在玻璃中更慢 好 所以你知道有客人家就是故意把它放在 他 有一個客人家就是故意跑到水裡面去測光速 因為光速還太快 但如果把它慢下來測 再成為原本的那個折射率 就可以得到光速 所以 所以光速後來的檢測有一部分在水裡面完成 因為它變慢 變慢就比較好測 對不對 它太快了 所以大概是三分之二的光速 好 這就是關於光速 那光速的測量 第一個測量呢 叫做前率列 因為以前的人認為說光是瞬間到達 不管前率都瞬間到達 可是前率列認為說 不是吧 應該要有時間吧 他就真的去測去 雖然他沒有做到 可是他只好開啟了這個 開始 然後呢 在地球這樣介紹的光速呢 就是飛鎖 我們剛剛講過 他是利用那個齒輪的轉動 那光走過去 再回來再轉到下一個齒輪 因為如果它太快 它會撞到中間的齒輪 所以它那個齒輪走很快的時候 它就可以剛好到下一個輪子 下一個齒 他用那個轉速去推算那個光速 他就很聰明設計這個實驗 好 那後來有人用更精巧的方法 就是用八角鏡 一種鏡子 就是鏡子打過去呢 反射回來 它已經轉了 向到相同的位置 所以他更精確齁 所以那叫邁克遜 他有得到諾貝爾獎 那那時候他得諾貝爾獎的時候 剛好安因斯坦說到這件事情 之後他覺得 欸光速 結果他們到時候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場 就是 光速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一樣 因此他有推算出相對論的來源 好 好 最後一點 光年什麼意思 光走什麼 一年的什麼東西 距離 同學 光年是時間嗎 不是喔 是什麼 是距離的單位 對不對 好 距離我們最近的恆星有幾光年 好 除了太陽系列 大概十光年 所以 最近的星星也要十年 而且是用光走的速度 好 那要我們開公傳速度是更慢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 光年呢 光年值就是 光走一年的距離 對 他是距離的單位喔 不是時間單位 你知道嗎 好 光年 那光走一年的大概多少呢 是9.46乘以10的12四方塊 這已經超級大的一個數字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大約是9.46乘以10的12四方塊 好 這個知道就好了 因為這個 好 基本上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